如果真的穿到劣质的羽绒布纸 保暖度差很多 更可能会伤害身体 新冠医院的医生就点出了 不好的羽绒细毛被人体细了进去 严重会导致气管发炎或者是皮肤过敏 所以我们该如何分辨羽绒纯不纯呢 专家就说只要一杯水就能够分辨 2021特别冷 医院门诊比去年暴增两成 这里有些人以为是季节交替才过敏 殊不知是穿了件不合适的羽绒衣 我们都跟病人解释说可能是温度 可是来讲的话因为你什么时候会去穿羽绒 一定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所以会不会气温变化过敏的病人里面 其实是有多长着 所谓其实羽绒过敏的我们并不知道 医学还不清楚多少人是毛起来到医院报到 但真的有人穿上廉价羽绒衣后 过敏值IG1飙升 加上细小的羽毛纤维 被吸入人体 长期忽视的结果是气管炎甚至肺纤维化 还有另一派过敏儿皮肤敏感 碰上劣质羽绒消毒不周全 羽绒里的微生物就可能引发骚痒跟皮肤病 于是东森新闻实地走访桃园羽绒工厂 一困困羽绒怎么清洁 必须先进到这台好像大型洗衣机 洗过烘干再洗再烘干 120度高温消毒 确保羽绒的蛋白质不会因为潮湿而变质 羽绒的话是经过八道的水洗 煎洗过后的 我们的上游 我们上游是水毛场 水毛场的上游是独宅场 它从独宅24小时处理好的 台湾的羽毛大致上都是这样子 屠宅场来的羽绒相对人道 经过分毛机把羽绒吹上三层楼 品质越好越柔的羽绒留在高空 杂质则被留在地表淘汰 才能后续加工生产 比较裸软的那个裸布 那么这样龙球就会相对的会比较保暖 穿脚比较保暖 那小格是因为配合时髦的设计 所以通常小格的保暖度跟大格的 大格的是比较保暖 但偏偏高级的羽绒衣 价钱不够漂亮 廉价羽绒又怕烂雨冲树 专家传授初阶的DIY检测树 是拿出少许异物成分 泡进自来水 数量一多更明显 左边羽绒因为取自鹅鸭等水鸟 羽毛天生防泼水 泡再久都浮在水面 右边羽绒混入化鲜 遇水稀湿 失去蓬松度 也就失去保暖度 你越蓬松的东西会越保暖 越蓬松的话 就越容易把热气吸在里面 大概蓬松度700左右 那鹅的话可能就会到800到850 因为鹅的龙多比较大 所以蓬松度会比较高 列体的羽绒比起平面的羽毛 更有空间留住暖空气 进阶的羽绒衣 甚至添加竹炭 来做升温的动作 卢素灯照射下不到30秒 左边普通羽绒从原本的17度飙升到26度 右边竹炭鸭绒透过碳粉导热速度快 温度立刻飙迫51度 时尚产业日新月异 好的羽绒从材质蓬松度到黄金比例 都要面面俱到 东城新闻 温彦流失在台北桃园采访报道